和先生在一起六年 他们婚前一直都没有新行为 那后来呢 他们一直他们要做就是 因为一直size不合 所以女生都一直很痛 他们也用了润滑剂 反正尝试了几次 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因为他们要小孩 所以先生建议呢 用那种漏斗型的 放在阴道里面 他从外面射进去 有没有办法呢 我的建议是呢 如果你们在性交上面 是有部分困难的 然后又想要生小孩的话 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直接去找医师做试管就好了 这样是最安全也最 对两个人最好 那至于用漏斗还是什么呢 这个 用这种方式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你要男生在射精的当下 要压抑住那个冲冻 还要对准那个漏斗口号射进去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度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去请 去找那个妇产科医师 或不孕科专科的医师 去请他帮你们做试管